蔡康永关于乖的狗屁毛骨悚然论调 用英文obedient解释很乖 既不懂西方文化又假掰中文世界 蔡康永因促销新书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 与网红阿滴对谈菜认为家长赞小孩 很乖隐藏服从含义 又放屁说英文没这概念 无知的蔡康永不知道 服从一直都是基督教核心价值吗 称赞狗做得好嘟嘟就不是服从吗 蔡康永这段话要分成两部分来看 第一部分是关于很乖 蔡康永说小时候上英文课时 他记得老师教不出乖这个字 最多只能教出一个英文单字 服从的Obedient 换言之 当你想象爸妈不是称赞你乖 而是你很服从时 听起来就很毛骨悚然 毛骨悚然的蔡康永不另于展现自己的无知 还敢对两种文化说三到四 想到这种三角猫还获得一堆勇盾 那更令人毛骨悚然粉丝的盲从 一般来说 只有一文化的人由于极其傲慢自大 才会用自己有限的知识 去理解自己未知或一知半解的事物 蔡康永知识有限 可能对英文与西方文化结尾充分了解 就直接放狗屁推论乖等于服从的Obedient 当然就是无知 我记得我小时候捡到钱交给师长 师长父母说的也是乖 我实惊不昧也不是服从 而是认为师主可能会交集或其他情绪 在这里乖的意义是一种赞许你做得好 只有毛骨悚然的蔡康永认为 只有恩你很服从 蔡康永毛骨悚然的不止于此 他又说乖乖这两个字 在中文里非常容易就讲出口 但英文中却没有这个字 因为那个文化里没有这样 服从的概念 英文世界与西方基督教文化 当然有服从的概念 因为服从 Obedience 一直都是基督教传统的核心价值 我听了许多牧师讲圣经 经常讲要顺从上帝 去查圣经 也可以查到一对Obedience的相关词汇 Obedience也非常容易看到 圣经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 就是旧约 庄亚伯拉罕将儿子献祭 创世纪22章2节提到 神说 你带着你儿子 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到摩利亚地 在我所要对你说明的一个山上 把他献上来做凡祭 这个被献祭的儿子 名为以撒 是亚伯拉罕年100岁 齐齐撒拉年90岁所生下的儿子 当时亚伯拉罕听到神域后 把儿子带到山上 要亲自下手 后来 神亲自下令停止 原来这一切只是为了测试 亚伯拉罕对神的信仰程度 基督教的传导人 常以此强调对神的信仰 并说明 神其实不会害你 还有许多论述 诸如只要信 不要怕 上帝自由美意 不要质疑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上帝的计划 诸如此类就是基督教 要求其子民服从 Obedience 关于这无限度 甚至要你亲手杀了儿子的服从 我无法理解 但神也不会要你理解 而是真正的服从 因为你无法得知上帝的计划 而到了新约 耶稣教导大家的祈祷文 就有这么一句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这是对天父祈祷的 我的看法是 如果因为人很软弱 而祈祷上帝 不让凡人遇见试探 而跌倒 那为何要测试 如此软弱的人 信仰神的程度呢 现在 我们来谈谈西方基督教文化 关于父母子女的服从 Obedience 我想就算蔡康永怎么无知 也不能否认 基督教文化 是英文世界的主流文化 父母带小孩上教堂 从小依照基督教义生活 是常态 那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 在新约许多中文版本中 都有孝敬父母这个词汇 例如马太福音15章4节神说 当孝敬父母如果查英文 则是for God commanded saying honor lie father and mother honor 这个词 在这里是动词使用药的意思 因此 我们要看圣经 如何谈父母与服从 在以福所述第6章第1节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其英文版本有两种 清定版KJV Children Obey your parents in the Lord Foreless is right 基础版Be children Do what is ordered by your Fathers and mothers in the Lord Foreless is right 清定版圣经 于1611年出版 自诞生至今 一直都是英语世界 极受推崇的圣经一本 圣经基础英语 是将圣经翻译成基础英语 目的系传达给那些 教育程度有限 或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人 新约于1941年发布 旧约于1949年发布 关于所谓听从父母 前者是Obey your parents in the Lord 后者是Do what is ordered by your Fathers and mothers in the Lord Obedient的同源词有Obey Obedience 这也就是说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 宰治西方世界生活的情况时 先是服从教义 然后在教义中Obey your parents 蔡康永认为 英文中却没有这个字 因为那个文化里 没有这样 服从的概念 这完全展现 蔡康永很不利于展现 自己的无知 圣经就教育父母子女间 要Obey your parents Do what is ordered by your fathers and mothers 父母安抚哭闹的婴儿 时常会说乖 不哭 显然不是命令婴儿不要哭 而是一种安抚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 有被迫害妄想症的婴儿 听到乖 不哭认为父母强迫他不要哭 但任何一个有人性的人类 也会知道婴儿哭不哭 是无法强迫的 就像外国人称赞狗 常会说good bird 那就蕴含乖 如果对象转换成为人类 那乖当然不是要你当一条狗 像狗一样听话 无知的蔡康永不懂吧 圣经那种要求服从 obedience的体系 才是无比森严 最后附带一题 来谈谈所谓的孝顺 孝顺在中文可能会被解释为 所谓的服从 但中国文化的孔子论孝 就非常多样化 其中有一段这样说 孔子 顺之是父也 使之常在侧 欲杀乃不可得 小则受 大仗则走 这个故事背景 是孔子教训增生 孔子举例谈孝 由于孝子顺的父亲 古首 常想杀他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表示 所谓孝不是服从的 obedient 而是不会让其父 有诸下大错 杀害亲生子女的机会 相对的 圣经中的神耀亚伯拉罕 献祭自己儿子的服从 obedience 这就是东西方文化 根本的不同 这个无知的蔡康永 绝对不知道 那西方人怎么理解 中国的孝顺呢 有一个教英文的迈克老师 娶了中国妻子 她在一个影片中 与岳母对谈 她谈到中国的孝顺 在英文中很难翻译 在对谈中 她翻译的词汇是 filial 既不是圣经中的abbey 也不是do what is ordered 中文语境的孝顺 并不是绝对的服从 例如父母生病了 却坚持不去看病 子女将其送医 也不会有人说不笑 所谓笑不笑 随着社会客观环境而变 关于乖的意义 也因如此理解 至于蔡康永 是否因为患有乖的 PTSD创伤后 压力症后群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偶尔一口咬定 是服从 我建议蔡康永 去找最好能深度 催眠你的治疗师 去发觉 究竟是什么 让你听到乖 就抓狂 让现代医学 好好聊你的无知身心 才不会 又再大放厥词了 Blackjack 2024年10月16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